Hello, 大家好 今天黃絲拉廚房想介紹一些自然或天然的方法 可以令白髮變黑 現在你們看到的 是市面上我們經常買到的染髮劑 它們本身含有很多化學成份 很容易令人敏感 尤其是你用得久 敏感的機會越大 好像這隻寫著 ammonia-free 相對少了ammonia 但還是不太好 我遲些就會介紹一些方法給你 另外這隻是在一些賣泰國香料的店裡買的 這隻寫著是純草本 應該是比較好 化學成份沒有那麼高 而且應該是純天然的 這些都不貴的 我買一盒 當時都是20元左右 但都買了很久 因為我自己都很難用 不過可以給你看一下 如果你想用一些純天然的 也想方便一點 可以買這些 我想現在大概3元一包 大概 你可以拆出來看看 其實是一包粉 但你開的時候 你就要用一些濃的茶來開 因為它是深色的 濃的茶來開 但是它需要的時間也要長一點 每次染在頭髮裡 都差不多要一個多兩個小時 如果你們都不想用這些染髮劑 我們可以用一些純天然的方法 可以令到頭髮逐漸變黑 首先就要雞蛋一隻 雞蛋就要打勻 因為雞蛋含有很好的蛋白質 對我們生髮的功能 又會特別好 而且可以滋潤肌膚 我們稍後 這個會塗在頭皮上 我們打勻雞蛋 大概分幾個小時 打勻雞蛋之後 我們就會下另一種材料 另外一個材料 就是BB油 這些BB油 平時我們 可能天氣很乾燥的時候 沖完涼後 都可以滴幾滴BB油 整身擦勻 然後才抹乾身 這些BB油 我們用一茶匙就夠了 再拌勻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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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方法 其實也很簡單 而且這次用的材料 也是很天然的 我們拌勻後 就會下第三種材料 第三種材料 就是檸檸檬 檸檬有很豐富的維生素C 它可以增強免疫力 亦可以出進血液循環 我洗它的時候 就用一點鹽散一下皮 因為我不是用完整個 其實我是要用檸檬汁 但我不是用完整個 所以也要洗乾淨些皮 因為有些檸檸檬 可能你會留回來浸水 或者沖熱水用 其實檸檬又有漂白的作用 切開檸檬之後 就把檸檬汁拿出來 我們用兩茶匙檸檬汁 用黃色檸檸檸檬或青檸檬都可以 兩茶匙檸檬汁之後 我們就拌勻 這個非常簡單的配方 你可以塗在頭皮上面 然後搓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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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分鐘 然後就可以跟隨正常洗頭就可以了 一星期可以用三次 其實這個配方 除了塗在頭皮上 其實有時候 如果你是用來 潤膚和美白 都很好的效果 都可以當作是一個面膜 敷在皮膚上 大概10分鐘 可以清洗 剛才說這個配方 是塗在頭皮上 然後一個星期可以做三次 每次是20分鐘 然後 大概一至兩個月 就會很明顯看到 頭髮生出來是黑色的 現在你見到我 剩下的檸檬 我會切片 然後 有些用來沖熱水 有剩下的放在雪櫃 下次再用 其實熱的檸檬水 可以抗癌 又可以增強免疫力 又可以減肥 還有美白的作用 另外 除了這個配方之外 我還可以介紹另一個配方給你 因為這個配方 就是剛才介紹這個配方 大概要一個多兩個月 才會很明顯看到效果 但接下來 我會介紹一個配方給你 是可以當染髮劑用的 大概三幾次 就會明顯看到 灰白色的頭髮會變黑色的 還有平時我們飲食方面也要注意 可以吃一些黑豆、黑芝麻、核桃的食物 這些是補腎的食物 對於頭髮的再造是非常好的 而且也可以多些攝取蛋白質和銅 可以在可可豆或黃豆裡找到銅 另外 我們亦有足夠的睡眠 和減輕壓力 對於頭髮的生長也有幫助 對於髮質也有幫助 好了 現在給你看回我剛才介紹的配方的材料 你可以拍下它 這個就是一個星期做三次的 另外一個就是用雞蛋一隻 即用咖啡用一湯匙 然後也是用BB油或橄欖油一茶匙 然後有兩湯匙的奶 拌勻之後 就是當作染髮劑用的 但是每次弄在頭髮上 就要敷它兩個小時 時間比較長 還有一個星期可以用兩次 然後大概第三次 就會很明顯 頭髮就會染了 變深色了 這就是天然的染髮劑 你可以試一下 因為咖啡的顏色 就是你想染在頭髮上的顏色 那好吧 我今次就分享到這裏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就like、share、subscribe我的頻道 以及歡迎你們有影片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